哈喽大家好我是生活小帮少杨姐 现在很多人都喜欢网购 我们在购买一碎产品时候 卖家都会把商品包裹一层这种气泡垫 很多人收到货都把这种气泡垫随手扔掉了 那就是太可惜了 把它巧妙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 全家人都非常喜欢 下面赶紧跟视频一起看看吧 妙用一准备鞋垫和气泡垫 我们用剪刀比着鞋垫的样子 把气泡垫剪开 剪好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 接着我们把气泡垫呢 放进鞋子里 然后把鞋垫也放里 我们在穿鞋子的时候 就会感觉非常舒服 很软的感觉 走起路来也不累 而且呢还可以起到防潮的效果 妙用二 厨房菜板切菜的时候会来回滑动 我们可以准备一小块的气泡垫 垫在菜板底下 这样气泡垫呢就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滑效果 而且呢我们在切菜剁肉的时候 还可以起到防震效果 妙用三 我们买回来的罐头瓶呢 盖子很紧 特别是女孩子很难打开 我们可以准备一小块的气泡垫 放在瓶盖上 我们再去拧盖子呢 就算女生也可以轻松打开 因为气泡垫呢可以增加阻力 妙用四 收纳工具 家里的小刀小茧子这种工具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用气泡垫收纳是再好不过了 用胶分好隔断 再铺上一层的气泡垫 完成之后呢就可以收纳工具 像这样收纳呢是既安全还使用 平时不用的时候呢就卷起来收纳省空间 随用呢随拿 简单呢又特别方便 大家可以试一试哦 没想到这种气泡垫在我们生活中妙用这么多吧 如果觉得视频有用 记得分享和转发出去 也可以关注我 观看更多生活妙招 好我们下期再见啦